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刊一周市场回顾 民洲佛罗伊德案导致了全美数十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 在经济正艰难走出新冠疫情引发的冬年之际 和平的抗议活动演变为骚乱,使美国经济再遭重创 美国4月份商品及服务贸易暴跌至近十年来最低水平 美国4月进出口总额降至3520亿美元 为2010年5月以来最低 出口比上个月下降20.5% 创1992年以来最大降幅,进口下降13.7% 创下1992年以来最大降幅 默克尔政府达成1460亿美元刺激方案 以帮助德国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默克尔弥合执政联盟的分歧 达成包括为公司和消费者减税 为家庭发钱和援助市政当局的计划 这份最终协议中的项目将持续实施到2021年 规模超出最高预期30% 澳大利亚第一季经济萎缩 长期没有经济衰退的溶紧似乎要告一段落 与2019年最后三个月相比 澳大利亚第一季GDP下降0.3% 是2011年以来的首次季度下降 初值为下跌0.4% 在当前季度可能会更严重放缓下 该国近29年没有经济衰退的繁荣可能告终 尽管封锁措施逐步放松 但亚洲制造业仍死气沉沉 IHS Market公布的数据显示 韩国、日本、台湾的制造业PMI均下滑 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指数有所改善 但仍位于融库分界线50下方 之前发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PMI降至低于预期的50.6% 英国经济遭疫情摧残后又将面临无协议脱欧的威胁 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人员准备在本月关键性的峰会前启动最后一轮磋商 而双方在12月31日过渡期结束时 达不成自由贸易协议的风险正在与日俱增 无疑会令企业面临动荡不平的局面 韩国通胀率跌入负值需求遭疫情冲击 由于支出和经济活动受到疫情的冲击 韩国5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3% 符合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值 这加剧通缩担忧 韩国央行公布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修订后 环比萎缩1.3% 好于最初预估 全球债势 债券市场预计美联储将采取收益率曲线控制行动 目标中短期国债 美联储版本的收益率曲线控制策略预计将涉及通过购买不限量的债券 来限制特定期限国债的收益率 对于已经将短期利率降至零的央行来说 这是一种信号 表明利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 也有助于降低长期借贷成本 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斗化 5年30年期收益率差达到3年高点 由于各种新冠疫情应对政策导致美国中长期利率之间的差距扩大 周一纽约市场结束时 5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差 在114个基点左右 如果以收盘水平衡量 这是2017年以来的最大差距 中国国债雄平幅度为2016年底来最大 多指标显示市场仍有下跌压力 收益率曲线急速雄平 短期货币宽松与期退潮 套息交易空间被压缩 这种指标或许意味着收益率上行的势头还未完结 汇率对冲成本暴涨 外资增持中国国债创新高后 或放慢脚步 境内外人民币流动性趋紧 导致汇率对冲成本骤增 加之境内债势近期波动加剧 境外机构连续加仓 中国国债至记录高位后 增持步伐可能放缓 见纸套利 中国监管部门据悉窗口之道 部分银行对结构性存款压量控价 即3月初 中国央行进一步收紧结构性存款管理后 金融监管部门据悉 近期对部分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 要求结构性存款压量控价 以打击利用结构性存款进行套利的行为 澳大利亚央行对负利率大声说不 帮助该国债势成为投资热土 澳大利亚中央银行不愿考虑低于零利率的日子 将其与发达市场其他同行区分开来 吸引了投资机构来到这个规模4820亿美元的主权债务市场 澳大利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对美国国债的折让 在3月反转至升水 新兴市场重先美元债发行热潮 亚洲一马当先 在市场弥漫着对经济重开将刺激全球增长的乐观情绪之际 亚洲的高风险借款人再次开始发行连岸债券 上个月对包括中国美元债券在内的较高质量债券的需求创下新高 垃圾及借款人也找到发债的出路 全球股市中美摩擦下投资者压住贸易反制 一年前稀土股闪亮行情在线 从美国延长华为限制令到中概股退市危机 再到最新的美国实体清单 以及特朗普宣布将启动撤销香港部分特殊贸易待遇的程序 中美双方紧张关系升级之际 稀土股也随之上涨 5月份A股上市的五矿稀土 盛核资源广盛有色 北方稀土私支股票涨幅从约12%到27%不等 均创下一年来的最佳阅度表现 自3月触底以来 纳斯达克100指数平均每天上涨0.6% 照这样再涨两次就会突破疫情大跌之前 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已经有40多只成分股超越了2月19号的水平 其中实质比起当时已上涨至少20% 中国经济转型添心力 贵州茅台有望取代工商银行登顶内地股市市值冠军 在股价连创新高之后 贵州茅台有望不久将取代工商银行 成为中国在市场上市值最大的股票 新加坡股市进入牛市 追上了亚洲其他主要股市的脚步 基准海峡时报指数周三上涨3.3% 创出了两个月来的最大涨幅 这一涨幅同时使得新加坡股市 及地区内其他主要股市率 先进入技术性牛市数周后 也终于冲牛成功 全球会市中资港股分红 同比大增两成 人民币夏季卖压加马来袭 海外上市中资企业年终分红旺季将至 彭博汇总数据显示 2019年度对港股股东分红派息总额 较上年度增长超过两成 为分红而进行的购汇需求上升 令人民币面临额外抛压 中国会市远期结汇价格 接近2007年以来最好出口企业观望不如出手 人民币宽松与其升变 推动境内外掉期点重新飙升 使近期境内远期结汇价格大幅改善 对手握海外订单的中国出口企业而言 在即远期结汇价格较优之际 尽早封锁兑汇收益是更为安全的选择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某波表示 若特朗普政府实施制裁 中国央行可以在需要时 为特区的联系汇率制提供美元支持 香港同中国央行有一个互换协议 内容包括港元跟美元互换 欧洲谈判未完 中国争吵又起 国际政治不确定性让英镑很担心 从英国与中国的争吵 到新的英国脱口荒 一系列独特的英国风险正在使英镑黯然失色 英镑停止了近三个月来最长连涨势头 对这时货币几乎全线走低 欧元出现近十年来最长的涨势 警告信号响起 即使投资者重新展现对风险的胃口 近十年来最长的欧元涨势 也有逐渐消退的风险 地缘政治与国内环境不确定性 未能提振美元 这对经济是个好兆头 美国各地城市正爆发抗疫 中美关系正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美国失业率料将进一步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似乎是投资者寻求避险 从而推动美元升值的典型环境 然而事实正相反 中国央行表示将阶段性购买一些地方银行 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 通过这项新政策来提振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供应 央行还宣布允许小微企业延期偿还贷款本息 还本复息日期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号 中国央行称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与降息降准不矛盾 这些政策无论从性质上和规模上都谈不上量化宽松 欧洲央行全力以赴把债券购买计划扩大6000亿欧元 央行把购债规模扩大6000亿欧元至1.35万亿欧元 并把期限延长到至少2021年6月底 央行维持关键利率不变 称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直到通胀接近目标 欧洲央行超额购买意大利债务 向需要的地方输送抗疫援助资金 欧洲央行发布购买细节 显示自3月下旬启动计划以来 累计购买了374亿欧元的意大利债务 这意味着份额超过意大利经济和人口规模对应的比重 英国央行发布罕见声明 要求银行加紧为无协议脱欧做好准备 英国央行重申 银行应当为年底过渡期结束前 英国与欧盟无法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做好准备 经济回升的初步迹象显现 澳大利亚央行按兵不动 澳大利亚央行将现金利率和三年期收益率目标 双双维持在0.25%不变 符合所有经济学家预期 行长表示财政和货币政策大幅协同及空前的宽松 正在帮助经济度过艰难时期 这种政策支持可能还将需要持续一段时间 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 料将经济缩幅低于之前的预计 央行维持基准隔夜利率在0.25% 央行还预计第二季度经济环比萎缩10%至20% 而此前预计萎缩15%至30% 大宗商品 与伊拉克的谈判取得突破OPEC加 是将延长减产措施 据一位代表称 经过将近一周的争论 OPEC加主要成员过俄罗斯和沙特 终于与拒不配合的伊拉克达成临时协议 两国不仅敦促伊拉克停止减产作弊 甚至令其对未能遵守减产份额做出弥补 OPEC加同意将历史性减产措施延长一个月 并采取了更严格方法确保成员国 不违反产量承诺 中国私人大豆进口商可能仍需美国大豆 根据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国农业顾问公司称 尽管中美双边紧张局势加剧 但中国的商业大豆进口商 很可能会继续从美国采购 以弥补今年晚些时候的短缺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周刊 一周市场回顾的全部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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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